美國總統拜登今天開始亞洲行 在中國大陸在他啟程前 就已經不斷的發出警告 說這個上市52518的外交高層 楊潔篪就已經對了 這個蘇利文表示說 如果美國打台灣牌 那麼中國大陸就會出面維護 而且是說到做到 王毅也對日本外務大臣林芳正說 日本不要為他人火中起零 蘇航艦遼寧號戰鬥群 從3號開始持續在沖繩海域附近 進行艦載機起降演練 累積到15號近兩週期間 起降次數已經超過200次 讓日本防衛省時時刻刻繃緊神經 不敢大意 就在美國總統拜登拜訪亞洲前夕 白宮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 與中共中央外食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 楊潔篪通話 楊潔篪對美方強調 如果執意打台灣牌 大陸必將出面維護 更直接嗆聲會說到做到 楊潔篪強調 近來美方在台灣問題上的實際行動 與表態大相徑庭 如美方執意打台灣牌 中方必將採取堅定行動 維護自身主權和安全利益 我們說到做到 同樣在5月18號 大陸外相王毅在和日本外務大臣林方正 時訊會談時提到 美日聯手抗中 不應挑動陣營對抗 更表示日本不要為他人火中取力 中國必須要提醒日本 要服務於自身的利益 而非呢 為他人帶節奏 為他人火中取力付出代價 大陸外交高層不但同時對美日發出警告 兩架轟6轟炸機也在沖繩南方海域活動 根據日本防衛省公布的照片 這兩架轟6除了各搭載兩枚 英級12超音速反艦導彈之外 還帶了電子干擾吊艙 實戰意味濃厚 劍指美國航艦林肯浩戰鬥群 進行模擬攻擊演練 拜登亞洲行期間 日本除了預計加入美國所提出的印太經濟架構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也準備把國防預算 調到GDP的2% 不論是在經濟面還是在軍事方面 都會與美國站在同一陣線 針對拜登鞏固印太戰略的亞洲訪問行程 大陸也宣布 從19號到23號 一天五天在南海主席的印太暗戀 同時環球時報也鑽文 頻頻不思議搶事先張揚 針對大陸的挑事之旅 嘲諷拜登希望藉著主導的 印太經濟架構抗中 只不過其實是理想很豐滿 但現實很骨感 記者廖安宇綜合報導 美國流行天后 雷哈納在美國時間是3號 產下了男寶寶 這也是跟男朋友愛的結晶 而其實他們在公布結婚的喜訊之前 就已經先秘密結婚了 而過去他總是以非常性感的造型 還露出韻度 讓大家顛覆對孕婦的穿搭想像 總是陸陸大方 面對身材的變化的模樣 也是獲得外界的一片讚賞 對外界的猜測 但是他跟男朋友還是很低調 沒有跟外界證實嬰兒的性別 另外也有消息指出 兩個人其實在小朋友出生之前 就已經先秘密結婚了 不過面對外界的各種懷疑 都沒有出面做出說明 北韓現在疫情大爆發 甚至還下令要全國封鎖 為了要遏止疫情 而根據報導指出 北韓現在每天早上的9點半 都會在當地的電視台 舉行一場公開透明的疫情簡報 似乎是為了要吸取各國的防疫經驗 公佈當天的發燒人數 他們不是要確診人數 因為他們認為只是發燒而已 他們發燒人數 跟新增的死亡人數 和民眾也是一同更新最新的資訊 而北韓的官員 語氣也是播報著今天的確診人數 同時他們 他的這個人 他就跟這個佛奇的地位 幾乎是平起平坐的 甚至還有一個新頭銜 叫做北韓的防疫最高指揮官 根據了解 北韓現在為了遏止疫情 還成立了國家防疫的指揮部門 甚至全國全面停課 才遠距教學 美國總統拜登 在20號下午抵達了南韓之後 隨即在南韓總統 飲食業的陪同之下 前往三星電子平泽園區參訪 而這一次呢 三星電子也向他展示了 最先進的3奈米的晶片製程 參訪之後 拜登也大戰三星的晶片廠 令人驚艷 我們一起來看看 好拜登在南韓的第一站 就先參訪了三星晶片廠 也凸顯了這一次 它的焦點之一 就是電腦晶片短缺的問題 而三星也利用了這次的訪問 也特別跟他展示 準備要在美國德州 建造的半導體工廠 香港從2003年的SARS 到這兩年的新冠疫情 都發生過許多大樓排水管 傳播病毒 當地研發出一款消毒劑 可以有效殺死細菌 香港疫情 近年出現大樓污水管 破毒小則同座上樓層傳染確診 嚴重的更需要整棟大樓隔離 香港科技大學研發出一種 含有燒毒機的新型水磷膠 可以殺滅廁所系統中的細菌級病毒 包括新冠病毒 Omicron變異病毒株等 用法式把水磷膠 放進大樓的廁所水塔 每家每戶使用抽水馬桶時 就達到殺滅病毒的效果 10公斤的水磷膠 可以有效長達60天 比傳統的飄丸燒毒便宜 也減少濾氣或漂白水 四季的氣味 對環境的保護都很重要 因為你加了很多化學品下去 你都會衝出去海洋 殺菌水磷膠已經在公共烏村 安老院等試用 另外港大醫學院以倡署實驗 研究長新冠後疑症 團隊發現感染新冠病毒後 會引起腸骨及椎骨等 污味的小樓骨結構 出現20%到50不等的 嚴重骨質流失 而且會持續較長時間 增加了抗復者 換上骨質疏鬆及骨折風險 以上是駐香港記者李錦華的報導 旺旺水磷它是微酸性電子次氯酸水 跟病毒細菌作用之後 它是還原成水 所以不用太過於緊張 大人小孩都非常的適用 在這個非常慈禧 歡迎大家來上快點購物化器 還有生成機都給它買起來 當然在我的部分折扣碼可以享有優惠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